1月24到1月28 盡情鎖定 TVS56台 新闻大白话 翻转2022专辑报道 或者是当兵当的很短的时间 然后他们不担心两岸开战 为什么外国人很担心海峡两岸发生战争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那当然我们来看看一则新闻 这是对岸的国台办 大家知道国台办呢 都在每个礼拜三会有记者会 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突然在这个记者会上 用客家化来跟台湾人拜年 他是安的什么心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 大家知道我是广东美洲的客家人 我讲的客家话 台湾的桃园 新竹 苗栗 屏东 高雄的客家人 都是能够听得懂的 沟通完全是没有障碍 所以我很希望有几位去台湾 和桃园 新竹 苗栗 屏东 美农的客家人来面对面交流 尤其是用客家化来交流 我听不懂客家话 我不晓得讲标不标准 可是董哥听得懂 他讲的算标准 对不对 其实我过去也在中国大陆注点 我没有听过国台办的发言人会 在过年前用地方的母语 就自己的母语来跟台湾人拜年 如果没有记错 这应该是第一次 我们的官方当然 我们的陆委会也有一些回应 他说欢迎放下僵化的意识形态 亲自来体验台湾的自由人权 呼吁中国大陆停止一切打压 或人权迫害 是不是真心欢迎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头就说了 年轻人怎么回事 年轻人一方面不想当兵 不想上战场 可是又觉得两岸应该不会打仗吧 这个是我们大白话的小编 他在街头上 我们的小编在街头上 问了一些年轻人 来看看现在年轻人 对于两岸关系 以及国家有可能会发生战争 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听听看 你会担心两岸紧张开战吗 不会太担心 但如果真的要开战 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情况吧 像有点是那种 网路隔空然后骂来骂去之 不是说真的有那种备战的紧张 其实不担心 不担心 应该还不到发生战争的时候吧 不担心 恐怖的平衡吧 说实在不担心 你当兵什么 我当了 当晚了 就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 现在这个时代了 动不动就要开战 对 蛮和平的 对 目前还好 这个我比较不担心 不会 应该不会 我觉得中国大陆那边自己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经济上面也有很多问题 还有他们政治之间彼此的斗争还是什么之类也是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是还不太担心 现在目前是没有在担心这一块 有一点点紧张 对 因为看到新闻就是他们飞机好像一直 就是飞在我们的上空头 好像有点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还好 好问题 其实还真有点不想回去 我可能 还先走来说 先走起来 我应该会成为脱油品吧 陈佳老师 年轻人大部分不担心 这的确是让人蛮诧异的 当然我们也了解了 很多年轻人对国际政治 的确是不是怎么关心 我们都知道去年其实不只是 包括国际的媒体 还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说 台海其实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 所有的国际专家都认为说 现在比如说欧洲的乌克兰 战云弥补 可是在台海之间 基本上是兵凶战危 我想这是国际上大家所共同论事 可是的确我们的年轻人 特别是我觉得几个因素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毫无疑问的民进党的教育 真的是蛮成功的 就是大家认为说 两岸之间 中国大陆的问题比我们更多 而第二个台湾有足够的国防 然后加上最重要关键 美国在关键时候会来保护台湾的 我想这是年轻人 大概普遍的一个认知 刚刚有一位女士也提到了 中国大陆自己有自己的经济问题 还有内部的斗争问题 对 你看看看 我们发现国际情势来看 你现在觉得以色列是怎么备战的 可是你也知道 其实民进党 它的精神方面是有一点错乱的 包括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正要走台独的话 其实不应该废掉 所谓的义无意 而且你应该坚持 核能电厂发电 因为一个是确保台湾的人员 一个是让台湾每个人 有战略的危机感 可是民进党的在这一方面 一无意他坚持要把它拿掉 包括军阀也把它废掉 两岸遜到一个 很沉平天下的一个情势 可是我们都知道 整个国际间的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遗憾 就是我们民进党 大部分从事这个文宣的教育 可是我们的年轻人 对于国际情势的了解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你认为台湾的年轻人的 国际观很薄弱吗 我觉得国际观真的是比较薄弱 包括整个民进党的一方面演示 一方面大家谈的谈话节目风花雪月 谈天八卦都比较多一点 相对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也知道要了解 两岸关系的危险 其实他基本上需要一些思考 去思考他的 可是我觉得在民进党的操作之下 台湾的年轻人面对 这么复杂的问题 基本上是不愿意去想他的 而且认为说反正我不察觉 就没有被存在 你相对其他的国家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你知道哈萨克的动乱 包括乌克兰的问题 包括现在整个非常多的地方 都有像整个社会的一些冲突 可是在台湾好像真的是太平盛世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战争它不会来敲门的 战争往往一脚就踹进来了 我们知道像伊斯大战的时候 萨拉耶布 那个战争的时候 大家认为没什么事情 可是不到几天开始 慢慢战争就慢慢升高了 两岸更何况 如果两岸今天发生战争的时候 它不会是逐渐升高的 可能是两三天或者几天之内 战争可能就要结束了 所以换句话说居然失为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年轻人 往往就认为说 我认为它不存在 它就不存在 这个世界好像是年轻人 心里面想象的一个世界 而不是真实的世界 我们再讲两岸的冲突没有吗 其实两岸的外交 早就已经打成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像乌克兰的问题 像立陶宛的问题 像捷克的事情 那个都已经在开战了 大陆的飞机到台湾还少了吗 整个它的军舰绕到台湾海峡 只是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那个战云密布 展在你的眼前而已 可是全世界人都看到了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问我们是不是要做好的防备 我们要做好自我的反省 我们怎么样一些政治的问题 能够让两岸化解 可是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完全不会这样子做 而且民进党还是继续 抱美国大腿 这样子下去继续欺骗台湾老百姓 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一点 当然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或者希望中国国民党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不只能够提出两岸今天的兵兵战危 的一些原因所在 更重要的我们也有责任 去把这些可能的爆发的冲突的各个因子 给他稍微的划解掉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 刚刚张老师有提到乌克兰的问题 乌克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花点时间 去理解一下 不过我们先点出几个 现在最新的局势 包括美国已经在撤侨了 要当地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 所以这也是一个动作 也是一个sign 另外北约 北约说OK 大家知道乌克兰并不是 北约的国家之一 可是他们要帮北约 当然也是在美国的联合 的压力下面 德国说好 我赠送你5000个头盔 怎么搞的 你没有要出兵 你给人家头盔 这是什么呢 乌克兰人就说 你下次送我枕头比较快 这个也是蛮好笑的 就是好 我喊打喊杀 我帮你 我申愿你 可是一旦发生事情 我送你安全帽 好 天下国际周报说 为什么会是转为绿能的 德国 这跟我们台湾有一点点像 能源转型 所以他们现在用了 很大量的天然气 可是德国或是欧盟的天然气 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 德国是超过一半以上 欧盟是四成以上 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于是 很多国际专家 可能老师也知道 他就是假装 好像我是要跟俄罗斯对抗 可是他又不敢真正得罪俄罗斯 因为我的天然气掐在你手上 你要是不卖给我 我怎么办呢 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 恐怕也要想一想 这个困境是有一点点像的 另外讲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乌克兰的女大生 他们是怎么做 这是我们网络上面找到的 他们说OK 现在有可能开战 没关系我们自愿 女生受训备战 你看看这个妈妈 她就拿了枪说 我要让威胁结束在这一带 当然国际知识非常非常复杂 董哥他在金门 董哥是金门人 你的感受可能比我们强烈一点点 对 其实因为我们年轻人 因为被叫化成这样 其实也没话讲 那当然所以年轻人都是民进党的铁票 他就给你一个印象说美国会出兵 那你刚刚提到 德国人为什么只给5000个钢龟 美国当初在北大西洋公会组织 他当老大 他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去防疫 他出很多钱很多兵力都没有问题 可是美国这起言辩 川普那时候从德国撤兵 德国人不知道 梅克尔不知道 那你算什么伙伴 他说我来当老大我要出钱我不出了 那你现在说我美国回来了 我继续当老大你们要出钱出力 没有人要听他了 我跟你讲今天你看到的情况 其实就是美国一直想回来 想表示当老大 那现在这场乌克兰的危机 赢家当然是普丁 我本来国家就会常常在演习在出兵 我把我的部队部署在乌克兰的边境 你们就下个半死对不对 然后你们就 里面这里就内乱了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必出兵 我只要把天然瓦斯把它关掉 你们就冻死一半人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这些围巾子 那边其实都非常错乱 脚步就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考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台湾这边反而更复杂你知道吗 那我们看到了乌克 因为过去西方美国 这些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跟过去苏联带领的 华沙工业组织 它是敌对的 那你现在把兵力 部署在俄国人的门口 它当然不爽 它也要展现一下肌肉 对不对 那台湾这边情况不一样 台湾这边是一直被 被端上台面 要求你出钱买我的武器 那美国现在在做什么 美国在我们整个南海 整个亚洲这里要部署一个 类似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东西 所以他找印度 找澳洲 找日本 说我们来四方来团结 然后再找韩国 那这些都表错情 对日本来讲 对韩国来讲 北韩的威胁更大 所以美国一直要当老大 自己又方了手脚 你根本就不晓得 台湾的年轻人 对国际一点不了解 然后又什么东西都要主导 到最后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月24到1月28 进行第4VS56台 新闻大白话 翻展2022专辑报导 好 我们来看看几个民调 首先是远见杂志做的民调 它说两岸开战 你愿意自己或是家人上战场吗 五成一的不愿意 不错 四成的人愿意 可是不愿意上战场的比例 年轻人最高 20到29岁 20几岁的人 有七成不想上战场 30几岁的人 也将近五成不愿意 那有近六成的民众会认为 如果万一发生战争 美国会出兵救台湾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在街头上有一些访问 我们来听听看 至于最后众算 剩下一根哨帚都要跟他拼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 你愿意上战场 应该会 为什么 对 因为自己是当EU1 不是选择T2E 躲得了一时就躲不了一辈子 但我是自愿意退伍的 你是自愿意退伍的 所以我掉三五一可以所以上 如果开战的话 愿意上战场 你愿意吗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所以当病人应该先第一 冲战场才对啊 我们不要PASS 年轻人不要PASS 我第一是第一个跑走的 我田徑队跑很快 那你呢 你愿意上战场吗 我不太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自私吧 断案打过来我就说 咱们是同胞 赶紧去对面 好 这是我们一般在街头上的街坊 老师 是 我觉得真正两岸 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能还不需要 年轻的上战场 战争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数战数决的 那所以我刚刚讲说 其实战争 它是现在最大的危机 还不是战争的本身 而是两岸之间的 彼此的不信任 在高度的上涨 彼此之间的敌意 在高度的上涨 我们知道台湾 它是一个海岛的经济 寻求一个国际的和平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也知道 民进党他现在的策略 就是抗中保态 所以两岸越久 其实对民进党 是越好做政治的操作 因为他想到的 就是把中国国民党消灭 怎么样赢得政权 所以我的认为说 战争这个事情 的确我也不能怪 这些年轻人 他们有时候很诙谐的讲说 我跑得比较快 我跑得很快 但是真正这个责任在什么 当然在政治人物 在政治的精英 你有责任是维护 台湾社会的安全 你必须让台湾的老百姓 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不要老百姓生活在恐惧当中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全世界现在的媒体 包括智库 都认为台湾是一个 兵凶站围的地区 是台湾是世界上 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难道我们还听不进去吗 美国说 美国会帮助台湾自主防卫 可是你知道 美国所谓的自主防御 是要台湾买更多的武器 美国怎么对乌克兰的 摆明了美国说 乌克兰就算发生问题 美国也不会派军事去 美国说要派8500元 8500元对不起 是在乌克兰的四周 他不会派到乌克兰里面去 在北约 对 他完全尊重俄罗斯 他在中亚 还包括他以前俄罗斯共和国的 所谓的势力范围 这是做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一次俄罗斯 是演给乌克兰看的 你们搞清楚 关键时候最会帮你们 同样的道理 将在两岸问题上说 如果大陆非常坚持的 认为他是核心利益的时候 我跟你保证 美国也就是跟乌克兰一样 好不到哪边去 所以这个问题 真的是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 两岸的和平要自己去努力 可是民进党 现在完全不去做这种思考 他就是要操纵仇中保胎 这种东西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是 所以民进党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问一下两个 两个民进党里头 也有一些有志之士 难道他们都没有议会到这一点吗 火车就要对撞了 不 现在民进党做的就是 增加这个两岸 就是大陆如果要攻台的成本 现在在做的都是这些工作 就是你一定要打我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对 比如说 他就是配合美国的战略 然后不断的买武器 然后美国对我们的一些军事的 一些建议 基本上我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 这种包括 比如说AGM 空对地的飞弹 那个源头打击 包括他叫我们买什么武器 我们大概都接受建议 比如说MQ-9无人机 还有我们后备役军人 现在跟美国也接轨 所以我们做好一个刺猬的准备 对 完全接受基本上 就是刺猬这样的一个理论 可是这个基本上 就是你认为和平无望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不要提出一个 两岸可能的法律框架 朝着这方面去努力 你可以有大陆不同意的立场 可是你总要提出谈的架构 可是目前我觉得 谈的架构基本没有 就是说你要承认我中华民国 不然怎么谈 那这样就谈不下去了 因为你如果都只是短打 提出一些核心概念说 你不接受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谈 大陆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接受 什么什么不能谈 那就整个都僵住了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如果真的要面临到打仗 我们国军到底打不打得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军 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被太除了 甚至很多拍马屁的行为 我觉得当然国军 跟所有的耽误一样 都会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国军 他只是负责所谓的战计方面 战计方面是有战术 还有战略 还有思想 今天台湾的国安的问题 不是所谓战计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我们的军人 都非常的会有战斗力的 只是你的大战略错误的 你的思想不对了 这个时候你再好的战事 在不同的战场上 你也会受到伤害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 我们国家好好的往上走 新年快乐 好